那種假摔有沒有 全部都是從他們節目裡面出來的 每個節目開始要有唱一首歌 全部都是從他們節目裡面出來的 從我16歲開始 看了就是修他的這個法門 我說如果自春劍是一個宗教的話 我是他真的非常非常虔誠的一個信徒 他給了我們這一代人很多 當時想進電視圈 也許是諧星喜劇演員 做了一個真的是絕對的典範 他真的有實力 他真的很好笑 他長的那個樣子又很討喜 他在浸泡在水裡面 他就放了一個屁 另外一個 他就把所有的水都噴走 等一下 這是特別 怎麼啦 怎麼啦 徐孝順坦言 自己的表演風格受他的影響很大 多年前 志村劍來台錄節目 他也當個小粉絲去追星 當時因為我們每次在看節目 就直接從裡面就打昆打 叫他有做了一個打昆打 而這一部紋身片 原本是一群人在比較各自身上的紋身 但卻被網友Kuso改編 加上國旗 成了新冠肺炎的熱議時事 這群人是日本第一位 一位新冠病毒過世的藝人 在感染前 他就因為切除胃习熱手術 還沒完全康復 在染上病毒後 卻被打昆打 免疫力更差了 竟以最令人不捨的方式倡促告別 或許正如他的經典角色 笨蛋殿下羨慕人生 讓觀眾感到好奇又好笑 志村先生 志村さんにとって笑いって何ですか 笑いって何だってパワーになったり 僕は命かなそれがね うーん 字幕視聴者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